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试人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第二集 关于Luminar的操作界面的介绍 以及在Lightroom和Photoshop当中 如何将Luminar作为插件使用的方法 位于界面最上方的工具栏当中 汇集了许多有用的辅助功能 如果你这里没有显示工具栏 可以在菜单里面的视图 然后选择隐藏和显示工具栏 这样工具栏就出来了 在工具栏最左侧的加号是导入照片功能 可以选择单张或者是整个文件夹导入 导入单张照片之后 在资料库会自动创建一个单个图像的选项 方便管理和寻找 文件夹会自动的添加到文件夹管理当中 右侧是导出图标 可以导出不同的格式 还可以改变输出的尺寸 在打开方式当中 可以将现在的图片导出到其他的修图软件里边 继续进行编辑 当切换到单个图像模式的时候 工具栏会出现一些新的工具 外观按钮是启动和关闭 LUX的快捷按钮 打开之后会在照片下方显示已经安装好的LUX 它和LUX预设不一样 LUX是只包含颜色预设 而LUX则是对照片调整的全部动作 中间的三个工具是关于图片观察的 图像放大可以调整图像的大小和查看细节 查看原图和前后对比可以在修片的过程中进行快速的对比 点击裁减图标呢 Luminar界面会进行跳转 想要改变照片的尺寸或者是进行二次构图都要在这里完成 需要先点击锁的图标进行解锁 之后就可以进行按比例的裁减或者是翻转了 在Luminar当中一共有三个功能界面 资料库是图片管理界面 最上方的快捷方式当中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归纳方式 方便查找 寻找图片或者是切换文件夹 收藏夹和垃圾桶都在这个界面里边 总之想要找照片的话就到资料库里边来找 这里是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图片总库 影像资料界面是关于照片文件的原信息 在这里会显示这张照片所拍摄的日期 照片的尺寸和当时使用的相机镜头等等参数数据 所以在这个界面只是一个信息页没有实际的操作 当想要后期某张照片的时候 就需要切换到编辑界面进行修图 所有的修图功能都集中在这个界面里边了 也是这个系列矫程当中最集中讲解的部分 进入编辑界面之后右侧就是主要的编辑区域了 这个区域主要分为三大功能 最上方是层和帆布两个功能 这里主要是对照片进行裁剪旋转去除或者是复制照片当中不想要的元素 并且以涂层的方式进行编辑 例如想要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效果进行混合 中间右侧的四个界面是照片的编辑功能 也是后期时最集中使用的工具 Luminar将后期工具分为基本功能 创意 画像 专业功能四个分类 右下角是与操作有关的两个功能 想要返回上一步操作的时候 就可以到这个历史里边去找之前的操作记录了 想要把一张照片操作复制和同步到另一个照片的时候 在这里进行复制和粘贴 Luminar不仅可以单独作为后期软件使用 它还可以搭配Lightroom Photoshop Elements Apple Aperture等四个后期软件一起使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更习惯在这四个软件当中 做最基础的调整 可以把Luminar作为一个插件来使用 为照片做最后的润色工作 比如说给人像照片进行磨皮 或者套用Lux和Lux进行调色 相当于就是装了一个磨皮瘦脸 和调色特效的这么一个插件 选择任何一张照片 在Mac电脑当中 按住Ctrl PC电脑直接点击鼠标的右键 选择在应用程序中编辑 之后选择在Luminar 4中编辑 在选择编辑对象的时候 编辑原始文件选项将会在Lighton原照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而编辑副本和含调整的副本这两个选项都会在保存原有文件的同时 复制一个新的版本进行编辑 如果对编辑文件有很高的格式要求 推荐选择编辑和Lighton调整的版本 在这个模式下可以选择保存的文件格式 色彩空间和分辨率 这对打印有需求的人来说十分的重要 打开插件之后和Luminar单体操作的方式完全一样 编辑完成之后点击界面左上角的应用按钮 完成在Luminar当中的操作 之后就会自动的返回Lighton 在Photoshop当中的滤镜选项最下方 选择Skylum Software里的Luminar 4 打开插件之后和Luminar单体操作的方式是一样的 在全部编辑完成之后 点击界面最上方的应用按钮 就可以完成在Luminar当中的操作了 之后会自动的返回Photoshop继续进行编辑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Eddie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和博客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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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